杨明涉罪嫁已离开医院,TVB开康,他可能因压力过大。 曾有罪嫁前科的艺人杨明在周六八日,凌晨约零时,再涉罪嫁撞车,烂罪宋院被捕。 据知,杨明驾驶平自私家车原山顶马几先俠道落山自炒,意外后涉事平自有车头角于石膊上。 警员赶到现场为杨明进行酒精呼气测试,吹波仔,是被拒,照片中可见,他需要警员撑符登上救护车。 他报称不息,现场指杨明满身酒气,事后他被送往医院治理。 女友张思明以及其包者张思敏亦赶往了解。 警方正调查事件,杨明事后曾回复传媒指无事,而TVB就有关事件回复传媒无线电视助理总经理,艺员管理及发展,乐意玲小姐说。 据初步了解杨明昨晚驾车回家时发生意外,受了轻伤,幸好没有涉及其他人。 当时他可能因压力过大,疲劳或其他状况,汽车失控状向路旁防撞难和石膊,车头毁难。 事后他被送往医院,经治疗后已出院。 现时希望给予他时间休息,尽早传誉,公司会进一步了解事情和向杨明提供所需的协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